今天的驚驚爆帶觀眾朋友來聚焦到 在高雄的燕巢區深中路 昨天下午發生一起離奇的自撞車禍 意外 當時的撞擊力道太過的猛烈 陳姓男駕駛失去了生命跡象 送醫仍然是宣告不治 而後座是載有這三名的年幼子女 分別受到了輕傷 研究了解原本這陳姓男子 載著三名孩子規劃前往這屏東找奶奶 沒想到回程途中發生了憾事 高科大燕巢校區正門口 三號傍晚五點左右 一輛深藍色自小客車 東往西的方向開過來 但車頭莫名越來越靠左 高速朝著中央分隔島 直接撞了上去 撞擊力道猛烈 車殼零件 喷飛四件 車頭全毀 為何會刺撞 警方還在調查中 駕駛陳姓男子搶救後 仍宣告不治身亡 後座擦錯傷的 則分別是七歲六歲 還有三歲的年幼孩子 陳男送醫後不治身亡 另外三名子女均身體多處 查錯傷並無大愛 根據了解駕駛陳姓男子跟離婚的老婆 育有三名子女 女兒監護權給媽媽 兩個兒子則是跟著爸爸 當天陳姓男子載著孩子去屏東看阿嬤 沒想到返回高雄路途 卻發生了這起自重意外 女兒是跟著媽媽 五月份有來申請兒少補助 那現在呢 為爸爸過世嘛 那也就是兩位兒子的監護權 會回到媽媽這邊 爸爸陳姓男子過世後 兩個兒子監護權也將歸到媽媽身上 但媽媽的經濟狀況其實也不是太好 開車的爸爸陳姓男子 平時做冷氣安裝相關工作 事發當時是否身體有異狀 才會自撞發生憾事 亦或是獨自一人載著三名孩子 因此分神 還得等檢警進一步釐清 記者恢復留 原發柳昭夜 SNG 高雄報道 west ça 媽媽 講 麻